老婆发工资了 老公你慢一点慢一点 发工资了 发了多少啊 看嘛你激动呢 三万你看三万呢 刚好咱妈收钱 咱们给他打回去吧 好我现在就打回去 喂 爸我发工资了 花了三万呢 好的 我一会就给你打回去啊 好拜拜 小卢 卉卉 老板好 刚才你说发了多少钱 发了三万呢 行我知道了 待会你们叫上田主管 一块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老板听小卢夫妻娘他们说 你找我呀 人都到期了正好 我问一下你 你给小卢他们两口子 发了多少钱工资 七千啊 七千 你确定是七千吗 是七千啊 当中还是您亲自签个字了 你还在这狡辩 刚才小卢他们两口子跟我说 发了三万 这到底怎么回事 六总 是这样的 我是看小卢夫妻 他们啊 在我们公司 遥远的翻 让风浪拍打 为梦再痛也不会害怕 远走的风沙去谁的天涯 风天可躺在哪里 经过他 喂 妈 什么 孩子爷爷骑电动车摔了 住院费要五万 行妈 你别着急 走在小路来想办法 一路生华 不送那时的梦碑 咱爸骑电动车摔了 住院费要五万 这个怎么办啊 他们呀为人善良 工作又轻轻啃啃 家里面困难 还有六个孩子 恰巧他的父亲 这几天摔着了 急需要用钱 所以我就把我的工资 给他们了 公司有像你这样的领导 做表率 不错 还有你们这种 善良的员工 我感到很自豪 对了 好人不能让你们都做了呀 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下 请经理 这次啊 你做得很不错 来 你的工夫 哦 对了 小路 惠惠 你们父亲不是病的吗 作为老板 我应该帮助你们 这五万 算我资助你们了 拿着吧 谢谢老板 嗯 哦 对了 小路 马上七夕了 这个给你 老婆你看看 喜不喜欢 请经理 作为女强人 单身这么久 七夕还没有收到过礼物吧 来 我提前送你一个 你看喜不喜欢 好的老板 一路由你彩妆领盒 带灯光 带投影 里面有九色影影盘 三支不同颜色的浮雕花口红 还有一个气垫 笔笔霜 还有一支影影刷 一路由你 一路相伴 老板 这么精致的女盒 是不是很贵呀 不贵的 这整整一套啊 才只需要158 送亲送友送爱人 都是不错的选择 如果你没想在七夕 为自己心爱的她 准备一份七夕 点击下方小黄车 就给你们包邮 这两套 你们就带回家吧 谢谢 老板 老板 那没什么事 我们先出去工作了